你的观测突然都塌缩了 你波波是观测不到的 你只有达到比如说你涂一层感光胶片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前面双缝就塌缩呢 为什么在后面这个屏幕呢 因为你在双缝上没有观测 这就是刚才说的 如果你在双缝上观测了 就导致它塌缩了 于是就变成了两个条纹了 两个条纹 如果你不观测 它就到双缝的时候没有塌缩 它到了最后底板的时候才会塌缩 就变成了波 分跳舞跳舞 我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可以稍微想一想 我们就看看 一个核心的观点在这里面就是 如果你要想提出它为什么会怎么样 你要去构想一个不一样的实验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实验能证明的想法 接下来这本书呢 就是简单的介绍 很详实的介绍了一下 基本粒子与基本粒 但是不幸的是 我不是这方面领域的专家 所以只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基本上现在认为 有氢子有Quark 他们都是认为是一种叫做 费米子的物质 而与之对应的传递力的呢 是叫波瑟斯的物质 对 完了之后最近的就是像 尼科所言 最近的Higgs波波瑟斯 就是我们最近发现的 基本粒的一个传递介质 就是我们引力的传递介质 当然了这个detection在这个level上 我觉得对于理论物理来讲 可能也是可以摆上钉钉了 但是也可以稍微存在一般 因为这个毕竟噪声很大 也就是说不能确实 那就是几个字 对 概率上讲 概率上讲还有几个 不到几个percent的可能不是 因为作为粒子学家的话 我相信他们不希望看到Kiggs 因为基本上看到之后 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做的东西了 却是波动 失业了 这是一个基本粒子的图像 那就基本上 但是我们跟我们人生关系 可能不是特别大吧 或者大家想引入什么人生的话题 也可以 我发现到最后 你会发现 心诚则灵 然后不灵是因为也不够诚 对吧 这个断法轮的理论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倒不是这样吧 病没好是因为你心不够沉 所以你的观察不够好 你的观察够好 心够沉的话 那你的病就会好的 你去看病也是心 你去看病也是 就是你用去现在医院一样 对吧 这个解释学的 但是我觉得自然科学是说你有一个定义在那里 你无论心成不成 你有一个实验在那里 不同人做 只有说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是啊 但是你不同的观测方式 你最终产生了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 就好比讲这么一个例子 在前年吧 这个欧洲粒子这个中心发现了一个比光速传播还快的中微子 他说实验出错 对 那这也是实验 出错 对啊 那这也是实验 但是实验做错 但是这就好比说 你说只要我们做实验就能验证了 只要验证就是真理 这个statement本身没什么错 但是你实验做错了 这一个预先假设 错掉的话 那你的结论有的时候会很 你说的是前年 是2010年的事情 还是2011年的时候 对 那个电脑是错的吗 不是电脑是他们接口的 就是接的接纺还接触不了 对 OK 关于这本书最后的一部分呢 就是黑洞 我觉得黑洞可能是吸引大家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的就很多图像 大家就看到黑洞的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中间有一个黑黑道 之后我们什么光都看不过去 然后这个周围有一些亮晒晒的东西 但是现实中呢 这样东西是看不到的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这样的 实际上 是一个 有很多亮晒晒的东西围绕着黑洞 他们在被黑洞吞噬上 有照片吗 这也是动画 这也是图片 不是什么叫图片 也是人为画的画 就是艺术 可能这个 天文学家们需要吸引更多的小孩子们来学天文吧 主要的是有两个这个jet 他们就是因为我们能量吸数就是脚能量释放出来 脚能量通过这两个jet就高能量释放出来 因为在黑洞的表面他们把粒子在吸机的就是它把粒子不远往里吸的时候它们要逐渐的转进去 而因为从很大的尺度上 它说下来就是它的脚能量无法释放 所以它们转速会非常快 非常快的粒子不断摩擦能量就比较大 然后就在外加磁场之后 它们就会从两个jet放出去 这实际上 这两个jet是非常重要的观测性 不过今天的工作吗 不是 你试分过的事情是什么 高能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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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高能粒子能从黑洞中溢出 不是从黑洞中溢出 是进黑洞之前 有一部分能量比较高的就先逃逸了 先逃逸了 进黑洞之前 对 再更进一步的话 就是说 实际上因为能量释放非常亮 我们真正看到的 根本看不到黑洞 我们只能看到这两个 亮亮的山上的jet出去 那么最后再更进一步真实的话 这是一个银河系 大小的一个星系 这是那两条jet 这是最后我们真实观测到的图片 真实观测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那这两个喷射物的大小 实际上比整个星系有的时候 还要更大一些 简单说呢 这边收尾以下 就是有一种叫做小小小小小小 就是两个行星死亡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小小黑洞 而且我们看到的经常是两个 在双星系统中 它从另外一个星星吸收能量 吸引物质过来 而把能量发射出去 而对应的另外一种就是 星系尺图上 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飞动 那这种大质量飞动 就经常是在星系的中心 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两个亮亮的权 和这种抛售出去的物质的 在外边弥散的气团 而中间因为太亮了 我们有的时候 往往只能看到一个光碟 我们弥散系中心实际上 也有这样一个黑洞 这是我们近些年观测到的结果 怎么看到的 就是这些亮亮亮的都是星星 然后我们围着它转 那根据简单的牛顿定律 我们能算出中间的质量 而从这我们能算出 因为这个星星过了 那我们就知道 中间这个物体的半径 至少要比这个距离要小 但是你从转速可以知道质量 对吧 你从这幅程知道半径的上限 这样算出来的密度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黑洞的 一定几项 所以那里面肯定是有一个黑洞 好吧 那么先在这里边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下一步就是 衍生讲一讲 现代当今的宇宙学的发展 摆动 这是什么 几个桀 我们接下来的 这是什么 deal 这不过